再来的话,我们就是要再来利用这个 叫Interractor 这个是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要做什么用呢 界面其实就是怎么样 输出元素 也就是说把某一个 那个Hushset的类别 或者是Arelix的类别 我要做什么,做取出的动作 那我要把它怎么取出来 其实这个界面主要是改进旧版的 这个界面 这个叫什么 Immoration 就这个界面的那个 这个的 比如说元素的 取出 其实走访就取出 跟删除元素的这些动作 那也就是说 这个集合物件因为已经使出了 这个 Interractor的界面 换句话说 只需要 我们只需要使用 这些 这几个界面 的这个方法 就可以取出什么 取出这里面的界面 物件 那 比如说我们实际上 举个类似来看 假如说我们有个 这个前面我们有个 Hushset 那我要把里面的资料 取出来的话 其实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 以后你要把你这个只要一个 集合物件里面的资料要取出的话 非常的简单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像这个例子好了 像这个例子 十字六字三这个这个范例 假设前面我们都一样 就是把这三笔资料呢 放在一个这个Hushset的一个 Street里面 那这个Street里面的话 我们做哪些事情 如果说我这三个 我今天希望把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非常简单 你就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 第一个先宣告 宣告一个 这个 Interactor 然后呢 它也是一个自串 对一个 这个 这个